在野外遇到狼,若手上正好有一米五长的大刀,交战起来谁会赢 在内陆城市遇到狼的几率非常的小 西北或者内蒙地区遇到狼是一件不稀奇的事情 狼作为现存的最大犬隔动物 我国的野生狼主要有藏狼和欧亚狼两种 其中藏狼曾经遍布在我国大江南北的深山老林中 因为乱捕乱杀,藏狼目前只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地区分布 近些年来,野外环境好转,其数量有所上涨 人们在野外遇到的几率也增多了起来 而欧亚狼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新疆地区等地区 其体型比藏狼要大,体重普遍在40公斤左右 无论是何种狼,当其在寻找猎物时 都会阴差阳错地闯进人类的领地 亦或者人类误闯深山时,极有可能会遇上狼 狼作为四大猛兽之一,杀伤力不容小觑 又是出了名的凶残,撕咬能力和速度惊人 倘若人跟狼真的碰上了 赤手空拳的人,打赢狼的几率肯定很小 那人手上正好有一把一米五成大刀 交战起来谁会赢呢 没有武器外挂的人,面对自然界的猛兽 无论是从弹跳能力、反应速度 以及是撕咬能力等等 人类都是疏于猛兽的 而人类能够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其主要原因是会使用武器 人拥有了一米五成的大刀 确实能为跟狼的战斗增添一点底气 但并不是有百分百的胜算 狼是一种群居动物 他们在寻找食物时 基本上都是成群结队的 哪怕是落单的孤狼 其狼群也相隔不远 只要孤狼发出吼叫声 狼群很快就会跑来支援 当狼群遇到人的时候 基本上也会主动的发起进攻 而人也许能够站着大刀的威力 伤及前面几头冲锋狼 四面围基的狼群一起进攻 人会难以顾全 而若是孤狼遇到了人类 聪明的狼不会冒人的上前 在狼的眼中 人类也是一种猛兽 单枪匹马的时候 多少都会忌惮一些 那倘若人手握大刀 和孤狼决一胜负 是否会有很大的胜率呢 一米五的大刀 起码有将近五斤左右 人类提起那么重的大刀 处时会有点费力 当砍向孤狼时 需要将大刀完全离地 才能灵活的防御和挥砍 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狼在面对人类的攻击时 并不会傻傻地站在面前 让你砍 它们会灵活地四处跳动 躲避大刀的攻击 而在这你追我赶的过程中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成年的狼在追逐猎物时 能够一口气跑二十多公里 会有持续的体力 跟人类消耗 而人类拿着那么重的大刀 霍霍几下 就已经累得提不动刀了 若是没有从一开始 就将狼一刀致命 后面极大的可能 是被狼耗的筋疲力进食 被决力反击 如若遇上患有狂犬病的狼 这种狼的攻击性极强 有数据表明 在法国 曾有将近五千起 被患有狂犬病孤狼 咬死的例子 这些狂犬病的孤狼 见到人会直接扑上去 其实人有大刀的情况下 只要瞄准方向 一般都能将这种 丧失理智的孤狼砍下 比狡诈清醒的孤狼 要好对付一点 总而言之 一米五长的大刀 看似伤害力爆满 但其实 在真正的实战中 很有可能 会变成一个累赘 加快消耗人的体力 那你们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谁胜出的几率大一点呢